再来关注 由于候选人适事而展严投票的 击打巴东色海国会议席 以及彭亨刁曼周议席 今早重新提名 巴东色海国系方面 尽管西蒙阵营一度传出 改由诚信党上阵的风波 但是公正党击打周密书索菲 今早亮相提名中心 确定代表西蒙首土 这次提名程序是在 芝林高科技工业园举行 其余5名已经在11月5号 完成提名的候选人 不需要重新提成表格 他们只需要到提名中心 重新抽取选票上的编号 巴东色海国席西蒙公正党候选人 69岁的卡鲁巴耶 疑似心脏病爆发 在11月16号病逝 选委会决定展严投票 并改到今天重新接受提名 至于彭亨刁曼岛周袭 是因为61岁的国盟候选人 莫哈默尤努斯 在11月18号不幸离世而推迟投票 所有竞选这个席位的 各政党代表 今早也陆续抵达云兵 苏丹阿末沙 引起礼堂 完成选委会规定的程序 巴东色海国席和刁曼周席 将在12月7号投票 未经讀 Mach Intro 发说出手状 Fund 救者 未经许可 negó 希 rez 果然 Pi 舐